美国洛杉矶法院今天宣布,他们将在今年12月10日召开波兰斯基性侵害案听证会,听取波兰斯基方面的口头陈诉来决定是否继续审理此案。 曾经以钢琴加一篇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国际名导波兰斯基,在1978年被控性侵犯当时年仅13岁的少女。 波兰斯基在认罪并交纳保释金后并潜逃国外,直到今年才在瑞士遭警方逮捕。 美国政府已向瑞士方面提出引渡要求,但细节仍在协商之中。 新雨了在线综合报道。